CNN报道 洛杉矶郡警察局局长维拉牛娃表示 在上周六晚上被枪击并重伤的两个洛杉矶郡警察 目前已脱离危险 他在周六晚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康普顿的枪击事件是懦弱胆怯的 两名警察正在林伍德的圣弗朗西斯医学中心接受治疗 警局肯特韦格纳上尉说 枪击发生在9月12日晚7点 犯罪嫌疑人从后面走向警察局警车 在没有任何情况下开枪击中两名警察 遭袭击的两名警官 一名是31岁的母亲和一名24岁的男子 两个警察都在14个月前宣誓就职 警察部门周日下午宣布 将悬赏10万美元捉捕嫌疑人 CNN报道 有知情人士表示 TikTok和甲骨文将成为美国的商业伙伴 这项交易旨在满足特朗普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发布行政命令 试图禁止TikTok 并要求将其美国业务从总部位于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玻璃时 就开始了出售交易的讨论 特朗普与其他美国政客表示 该应用程序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TikTok否认了这一项指控 与甲骨文的协议是在美国禁止TikTok禁止令生效前几天进行的 目前尚不清楚TikTok与甲骨文的合作是否允许该视频应用程序避免这一禁令 该命令的范围和语言 加上特朗普自己关于TikTok的现成言论 都导致人们对如何实施禁令感到困惑 特朗普在另一行政命令中表示 TikTok必须在11月12日之前找到买家 另外 TikTok的一名员工对即将到来联邦法院禁令提出质疑 并正在寻求司法裁决 以终止8月6日的行政命令 有关认罪的听证会定于星期二举行 TikTok还就其中一项命令起诉特朗普政府 称其严重政治化 根据CBS报道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对发放额外3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延长6周 在最初保证的三周基础上 为失业者再提供三周的额外失业补助 福利的延长意味着失业者将从联邦获得 总计1800美元的额外失业救济金 早先 特朗普总统于8月8日签署行政措施 允许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从救灾基金中拨款440亿给各州 用于失业者提供每周额外3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 而一些州在300美元的联邦额外补助基础上 再为失业者发放100美元补助 总计每周每人可获得400美元 即6个星期内总获得2400美元的补偿 劳工部近日表示 在截止9月5日的一周中 有超过85.7万名工人申请了首次失业援助 与上周相比增加了2万人 延续了上周增长的趋势 根据其发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仍超过2900万美国人处于失业状态 KTLA的报道 针对洛杉矶国家森林已燃烧了一周的大规模野火 Arcadia市和Ciromager市官员 命令Alkins大道以北和Santa Anita大道以东的所有居民撤离 当局建议居民采取Santa Anita大道离开 红十字会说他已经重新开放了Santa Anita公园5号门的撤离点 该组织表示 如果需要避难请到避难所 将为每位居民提供安全的住宿和食物 当地官员说 由于火焰继续向北侧2号公路和南侧Morovia市蔓延 截止周日大火已增长到33312英亩 Morovia市政府表示 他们已经敦促Clear Lift Drive顶部的5到6户家庭已开 大火现在被控制在Chantry Flights下方的排水区 并且随着继续移动和燃烧已经对Arcadia和马德雷山脉社区构成了威胁 野火在南加州上空散发出烟气 给当地的部分地区带来了不健康的空气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洛杉矶郡公共卫生总监费拉尔博士表示 洛杉矶郡的孩子至少要到11月才允许回到教室 洛杉矶统一学区和洛杉矶联合教师学院都表示 出于健康考虑 他们反对此时重开校园 同时附近城郡的一些学校在继续改善 大多数COVID-19趋势下已经重新开放 追逐梦想城市通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请登陆ICTnews.com 我是小洛 感谢您的收看 关注城市卫视每天与您相伴